提到童星 你脑海中浮现的都有谁 是乌龙院里 刁奶嘴的士小龙 是给爸爸的信 李连杰的育勇儿子谢苗 还是家有儿女的养子 而今天我聊的都不是他 而是凭借一部小兵张嘎 火遍大江南北的谢孟伟 在这之后 他少有作品被大家所熟知 就当我以为他要消失在我的记忆的时候 他却被爆出直播卖假货上了头条 昔日的童年回忆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出了圈 不禁让人唏嘘 他就是嘎子哥谢孟伟 那么今晚我想来点他的故事 谢孟伟出生在河北一个农村家庭 五岁时开始练功 十岁顺利进入中国戏剧学院 府中学习 虽然长相平平 但谢孟伟却天生有一种 嘎里嘎气的倔强气质 当时的小兵张嘎剧组 在挑选演员时 乡中的嘎子第一人选 并不是谢孟伟 而是同剧组的小演员张一山 但是谢孟伟当场翻了十多个跟头 这股子不服输的倔劲 一下子打动了导演 嘴中拍摆 让谢孟伟出演男主角嘎子 而张一山则因为身体瘦弱 不够硬 最终出演了戴着小眼镜的同乐 没想到电视剧《小兵张嘎》 已经播出 就获得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们的喜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当年的《小兵张嘎》收视率 丝毫不输找微 林心如的经典作品《环珠格格》 被央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出 出道即巅峰 用来形容谢孟伟是再合适不过了 谢孟伟饰演的嘎子一抉择 也成了炙手可热的童心 在拍摄完《小兵张嘎》以后 谢孟伟继续一边学习 一边寻找其他演艺机会 好的剧本对演员来说犹如生命 而对于走红的谢孟伟来说 也一样 在剧本方面更为挑剔 而或许是嘎子的形象 让观众们过于深刻 也或许是受他不出色的外星所见 此时找上谢孟伟的 多是一些军旅抗日剧 谢孟伟很想摆脱这固有决策印象 索性便全部推掉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推可真就把他的演艺生涯给断送了 随后的他选择继续进修学业 娱乐圈是更新替换的地儿 再等谢孟伟学成归来时 娱乐圈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而同剧组的张一山 因为机灵活泼的形象 视镜家有儿女 凭借刘先一局火边打向南北 而同样形象不够出色的王莎莎 也凭借孟小笨一局 成为观众们心中的演技派小演员 为了奋起直追 谢孟伟开始另辟蹊径 利用自己粗犷硬汉的外形 寻找新出路 因为一脸横肉 肌肉囚解 他在试镜时 获得了吴奇隆的赏识 或要出演吴奇隆自导自演的抗日剧 向着炮火前进中的男儿庄子 有一次 谢孟伟在拍摄与吴奇隆的打戏时 因为收力不及时 一拳打到吴奇隆的胸口 直接令吴奇隆倒地不起 原本谢孟伟还担心被前辈斥责 没想到吴奇隆休整后 却对谢孟伟赞叹有加 称他是真功夫 面对吴奇隆的赏识 谢孟伟认为 自己的机会来了 为了表现自己 他在拍戏时 从来不用替身 从二楼跳下来 连薇亚都不掉 打戏也是全权倒肉 连全剧组都对他赞叹不已 就在谢孟伟以为 自己也将和吴奇隆一样爆火时 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包 这部被谢孟伟 寄予厚望的戏播出后 却反响拼品 他很快感受到了 同演员不同命的巨大落差 虽然巨不虎 同剧组的吴奇隆 依旧是首大家喜欢的大明星 前呼后用 而自己呢 拍戏不用提升 没人知道 哪怕我演戏再好 又是谁欣赏的 巨大的心理落差 令谢孟伟一度崩溃 导致他不愿意再出门见人 正是在事业的低谷期 谢孟伟有幸 遇上了自己今生最重要的女人 这个女人叫郭珊珊 不过这女孩的背景可不简单 她是丑娘的扮演者 张绍华的孙女 而她在2015年 还与张绍华一起合作了 电视剧作品 背着奶奶紧称 说起来还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就这样 在谢孟伟强力攻势下 郭珊珊答应了她的求爱 并且在2017年 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 在爱人的鼓励和支持之下 谢孟伟对演艺事业更加上心 为了让大家记起 曾经的小兵张绍 谢孟伟开始频频参加综艺节目 希望唤醒观众们 对于她的记忆 在一大名为 我看你有戏的综艺节目中 谢孟伟还踢管成家班 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 获得导师成龙的认可 成龙对谢孟伟的表演 表示称赞 甚至称她为王宝强第二 可以走无精等武打明星的路 成龙的认可 对谢孟伟来说 简直受宠若惊 同时也给了她不少自信心 不过遗憾的是 最终谢孟伟也没有进入成龙团队 节目结束以后 对她的事业 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帮助 不过成龙的话 却让她对自己的演艺道路 蒙上了不同的想法 谢孟伟开始一边效仿王宝强 接下来军旅剧 一边暗地里学习无尽 筹备类似于战狼题材的电影 就在谢孟伟期待通过 自导自演的新电影 猎鹰突击再度翻红时 成龙却公开表示 并不看好这类型电影 成龙曾吐槽到 这种模仿跟风的做法 不但不利于军旅电影的发展 同时也会令观众们 产生厌烦心理 最终导致这类型的电影被拍死 不过谢孟伟没有听从大哥的意见 最终成为网友们的笑臂 或许是厌倦了影视圈的起起落落 也或许是谢孟伟 自己突然想转变风格 从前天开始 谢孟伟开始宣布加入直播权 并且打着嘎子哥的名号 进行直播带货 不得不说 嘎子哥还是很有号召力 第一次直播就输万人为官 很多人也想看看 自己曾经的童年偶像 如今是什么样的 然而在直播带货过程中 谢孟伟又一次精力翻车 他号称为粉丝谋福利的茅台和五粮液 被曝光是山寨版的贴标酒 而且嘎子哥卖给粉丝们的价格 要远远高出这些酒的市场价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不少网友开始指责谢孟伟 靠嘎子哥滤进谋里 而谢孟伟的形象也跌到了谷底 不知是为了炒作 还是想给自己证明 卖家事件被曝光以后 谢孟伟又被网友截出视频 称他在连卖过程中 被某不知名网红砸场子 对方怒骂他不火 而他却将矛头 对准曾经的小伙伴张一山 称张一山以前在自己面前 不过就是个配角 如今火了也不拉自己一把 非常的不够朋友 不过面对谢孟伟的指名道姓 张一山并没有给予任何回忆 或许是担心做出回忆 会被谢孟伟蹭热度 也或许是张一山 根本就不在乎 如今的谢孟伟说些什么 总之这场闹剧 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谢孟伟的路人员 算是荡到了谷底 如今谢孟伟依旧在直播圈 和娱乐圈活跃着 而且时不时被爆出 以鸡早信 肌肉猛男等博眼球的照片 不论怎么样 谢孟伟自己的心态 依旧很好 他表示 自己对目前的敬意很满意 有戏找他就拍 无戏找他就做做直播 甚至还成立了嘎家军 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从小兵张嘎 到自封王宝强第二 再到如今的带货王红 谢孟伟经历了娱乐圈的 起起落落 好事都蹉跎 有这种经历 为何不再好好沉淀一下 自己的经历 开直播想争快些可以 坑老百姓就不对了